今天来修一块 我们这个本地的一个同行师傅 拿过来的一块美机的板子 他给我发信息说呢 故障就是风机 抖一下就不行了 风机不转 这个是一个直流风机 一般的风机出问题的都是这种直流风机 然后这种 看一下它这个风机 跟着这个铜皮 走向这里这个风机模块 在这里 在这个铜皮下面 这个板子拿到手 我们首先不上点 我们就用我们经常给大家说的 这个测模块的方法 我们来大致的给它测一下 外面表挡到这个 二级管挡 测模块的话 我们黑表笔 接这个300伏的正极 红表笔 分别去测这个EVW 这三个接线的地方 应该是一个二级管的特性 但这个二级管的特性 它应该是比较统一的 你看都是513的样子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 把红表笔接到 这个300伏的负级 也就是D 我们再来测一次 513 513 这个它就有点区别 这一项确实是有问题 但这个也不一定是模块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般的话 模块有问题的话 它会短路 就是0了 那么测完这个 我们再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缝隙 你看到它这里有三个自举电容 我们测一下这个自举电容的 这个两端这里 我们来测一下看 我们先测一下看 等会儿测量如果有问题 我们再拆这个散热片 好 463 好 这个是没有的 你看这果然就找到问题了 我们再反过来 447 这个是590 这个也是590 那么这三下的这个阻值不同 一样 那么肯定这一块就有问题 我们再把这个散热片给它拆掉 这个模块 这个散热片拆掉之后 看一下这个电路 它这个自举生压的2G管 集成在这个模块内部 那现在我们要排除 就是是不是这个电容这里有问题 如果这个电容 没有问题 那么基本上就是断定这个模块 问题叫更换模块 我们先来测一下 测这个电容 就用我之前给大家很推荐的 这一款这个镊子电桥 它的主要优势是好操作 比我这种台式 像我们用台车 就是这两个夹子去测 之前给大家分享过 我们用这个去测的话 就是比较简单 把频率要调低一点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电容 我们填这两个正常的 看着多少 10违法看到没有 10.14违法 10违法 我们测一下这个 刚才不正常的这个 10.46违法 那这个电容的话应该是没问题 那么还是模块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低值0.24 有这个低值不对 这个低值都是0.1 看到没有 都是不到0.1 这个是0.09 这个刚才测的这个 阻值正常的这个 也是0.1 但是我们测这个 我们测的这个阻值明显不对的 那样的话 这个阻值 这个低值有0.24 这个低值有点大 我们把这个 调放一个方向 试一下看这 这个低值是0.24 这个低值0.1 这个低值0.09 那么我们现在 还是要把这个电容给拆下来 再试一下看 但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这个 贴片电容 贴片电容漏电 我们拆这个电容 像这种小空间的这个拆下 我们一般人喜欢用正列原则的这一款 小闹铁 T80的 也给大家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也不是说 每个工具就是说 每次都能用得到 但是有时候 在这种特殊的工具 在某种情况就比较好用 这个空间比较小 像我们这个闹铁头 比较细的时候就真好用 好 这个电容已经拆下来了 电容拆下来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电桥来测一下 好 9.8微法 10微法的电容 测出来9.8 第一支是0.02正常 那有可能是这个贴片电容不正常 我们再把这个贴片电容给它拆下来 贴片电容拆下来了之后 我们先不测容量 我们直接用这个2D管档来测一下 它这边刚才这个不匹配的这个对了没有 好像对了 好像应该就是这个贴片电容的问题 579 579 579 我们测一下这个电容 现在 你看这个电容 RG7 终于爭尤 我们给大家拿起来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电容 我们测量感觉露点 它露点 不好测 设 太小了这个电容 嗯 看到没有 它这个它还不是完全击穿 就是纯粹是漏电 这测的话是0.5看到没有 500多看到没有 现在看到没有 换那个电容上去了 我这个电容 看的比这两个个手要大 因为它这里有多余的焊盘 它这个应该是这个板子印刷的时候 它有肯定是有几款这个机器 通用这一个模具 你看它这里都扭得有 这个电容就是这个 这个电容我已经占位置 之前是上在这里的 它有一个非常小的点 我这个电容大了上不上去 就用一个刚好旁边有两个焊点 现在我们这个电容换好之后 我们最后还是来测一下 我们刚才是红表皮接负极的时候 测出是有一路不正常 504 现在正常的 我们现在第一路 这个是优向 现在现在才是一样的 没阻止了 这个也没阻止了 这个也没阻止了 叼换表皮的话 583 583 583 相当的均衡 其实这个板子我都不用上电测试了 就有把握修好了 但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还是来上电 把这转片转回去上电 我们看风机转不转 好 现在风机和压缩机都接上了 检测一页接上了 启动一下看 这个启动有点慢 风机转了 不抖了 看到没有 直接就启动了 压缩机应该马上就会启动 压缩机也启动了 这不就问题解决了 是不是 就是一个贴片小电容的问题 吧 好